花蓮市美轮山是不少民众喜欢运动休闲的好去处 不过部分路段的步道因为年久失修 已经出现有破损情形 而县议员张美慧在去年9月接获民众陈勤 并立即向县服反应 没有想到来来回回用了12张公文 历经了8个月却迟迟等不到改善 就怕危及民众的涌入安全 4号上午议员们就扛着水泥 请自前往修补明显坑洞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议员们请自扛着水泥来到美轮山 配合泥座师傅 熟练的将步道严重破损区域填补起来 希望借由这次行动凸显现 县服行政效率的问题 去年9月接到长辈的一个高龄长者的反应 就是一个大概15公尺长的步道 一个人形的坡道 那因为路面毁损损坏 而且还有这个下雨会湿滑会跌倒的一个情况 那长辈跌倒这个是知识体大 所以就跟县政府反应 那这个经过了12张的公文的往返 那还有这个这样子8个月的时间 县政府都没有来处理 在2022年议员建议案执行比例依然表中 明显可以看出民进党籍议员张美慧 和五党籍议员杨华美 在议员的核定额中都排名在后段班 那因为这个案子是议员的小型工程款 我的建议案 那我不晓得为什么经过8个月的时间都不做 那是不是有针对性 是不是要看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议员 那是不是不同政治党派的议员反应的都不理会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情况 我认为花莲县政府的这个行政效率非常的怠惰 我们希望县政府能够拿出应该要有的作为 不要再推脱敷衍咕隆 敷衍了事 给长者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 一个休憩的空间 花莲市美轮山是不少民众喜欢运动休闲的去处 但部分路段的步道因年久失修已经出现破损情形 而针对这起案件 县府也做出相关回应 谢谢张美惠议员 对美文地区以及民众各项的紧急的做事的关心 民政处也会请相关我们管理员的部分 对于现场的紧急的这个状况 以及各项的通报系统 马上加以的紧急的来处理 来来回回用了12张公文 历经8个月却迟迟等不到改善 就怕危及民众的用路安全 县议员张美惠、杨华美、简志荣、哈尼加兆 亲自扛起水泥前往修补坑洞 站在第一线维护民众福祉 也展现出为民服务的决心 记者徐立琴、华联系报导